今天以地狱之火娱乐园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 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定期和定时 上帝所赐的救恩祝福也是有定期和期限 由于寻找上帝的是也有一定的期限 所以在此期限内 我们必须要选择通往永恒天国的道路才行 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有限的时间白白流逝 让我们一起看《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六节 上帝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时候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 上帝在烈火中从天降临的审判之日 那些不听从上帝话语和不认识上帝的人 都将面临地狱的审判 因此上帝说你们要悔改 离弃罪恶的生活 否则你们就无法进入永远的天国 上帝透过众先知教导并养育我们 并亲自穿着肉身来到这世上 为了让我们拥有对天国的盼望 上帝也亲自为我们做了榜样 透过使徒约翰的启示 让我们来看看描述地狱的场面 一起翻开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 我看见纳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重军都聚集 要与其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 纳兽被擒拿 纳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 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上帝透过使徒约翰的启示 让我们亲眼目睹了 所有的假先知和寿 以及所有接受寿的印记 并崇拜他的人会发生什么 他们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中时 兽型的烟不会短暂地升起 经上说他受痛苦的烟 直到永永远远 像这样上帝在透过许多 不同的教训教导我们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都不要去地狱 我们在天上犯罪后 被驱逐到了逃成地球 上帝透过使徒约翰小育我们 若是在这世上不彻底悔改 就绝对无法进入永远的天国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世人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罪的本性而活着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生活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 自己是在天上犯了罪的 罪人必要寻求重返天国的道路 这样我们才能完全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上帝的教导 在我们所活的各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一起翻开马可福音九章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这是耶稣在透过一些比喻 教导我们地狱的痛苦 对吧 四十五节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荡炎炎个人 地狱刑罚的痛苦是多么的巨大 经上才会说宁可割下身体的一部分 也绝不能进入地狱 上帝用如此啃气的声音 教训我们 使我们明白 为什么路加福音十九章中描述为 人自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 很显然 我们是因为在天上犯了极其重的罪 才被驱逐到这地上 所以在这地上 我们能做的就是悔改 一起翻开戴伊里书七章九节 我观看 借由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载者 亘古常载者是指上帝 对吧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乃火焰 齐伦乃烈火 从他面前有火 向河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 说要展开什么呢 案卷都展开了 上帝会打开记录 此人在地上所有行为的书 照着那些书卷上的内容 要施行审判 每个人都会因自己的行为 而得到奖赏或刑罢 所以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向他人展现更恩典的榜样 从而将这得福的福音 传给全世界的人 希望各位能透过话语 领受丰富的恩典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感谢